好的,大家好,这边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Jackson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非农数据公布以后 整体美股市场的一个表现 首先是国债方面 我们的国债其实在数据公布之前 是有一个非常大争议的 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6月份和7月份 当时公布的非农数据同样也是比较疲软 但是当时市场比较乐观的去预期 因为这个就业不打标 那么我们的这个缩减购债的一个进度 可能就不会去加快 所以当时整体市场的表现是非常良好的 但是经历了Jackson后的整个会议以后 我们已经基本是确立了本年度 就是今年之内缩减购债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市场就表现的没有那么乐观了 所以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黄金的价格 有一个小小的推升 那么包括最近看到的一些消息里面 各国的一个央行也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 或说不确定性的因素去增持了黄金的仓位 那么在前面的节目呢 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直接给到的黄金上的目标价是1844块5 虽然我们之前也同时讲过了 1820块钱是黄金看一个回调的一个点位 但是在非农数据出来以后 我们是已经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区间 虽然今天是收在了 测试了钱高以后收在了1830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大胆一点继续去看涨黄金 我认为给到了1844块5的这个费工大气的回测许件呢 也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原油方面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幅度的下跌 那么主要是因为我们OPEC PLUS以后 确立了这个增产的预期 那么导致了我们的原油在突破70块钱 这个整数管口的过程中呢 走得比较的有压力 那么根据这个高盛和摩根斯坦里 给出的一个原油今年的一个预期呢 大概是在66到68之间 所以呢我会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就是原油在后续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盘整的一个走势 那么直到我们10月份下一轮 OPEC PLUS的一个会议 有更多的一个预期 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盘整的一个趋势 所以在原油方面呢 多空都是有机会的 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啊 在标普指数方面 今天表现比较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科技嘛 那么我们的这个纳斯达克呢 也是几个指数里面 唯一收涨的一个指数啊 在期货方面 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是在就业比较疲软的时候呢 里面的一些疫苗股啊 或者说一些比较偏向于价值类的 像这个联合健康啊之类的一些保险业务的一些健康板块里面的股票呢都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认为啊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下我们只要去稍微关注一下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啊去坚持持仓 然后做一下对冲的风险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其实也留意到了UXY啊 就是这个恐慌者说就是这个VIX 对吧 今天呢 虽然在这个标普没有什么波动的情况下 表现的不怎么样 但其实也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这个波动率从 啊8月份到9月份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个小幅度抬升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波动啊这个市场在预期后面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波动啊 那么这个波动呢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下跌的可能性 所以也也是预示市场不确定性的一个增加 所以为什么我们比较提倡的一个建议就是啊 我们去持有我们一直持有的一些股票 也不要因为一些短期的波动去卖掉一些长期的仓位 我们只要做好一些短期对冲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子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